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已经成了真正的拯救者 因为祂不是因为是神的独生子 就享受特权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绝对没有用过一次的特权 祂虽然行过三十五次的生计 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的顺利 自己的方便 自己的好处 自己肉体的需要而行的 祂行了三十五次的成绩 完全不是为之 完全不是自私的 这样的一位主 才成为历史历代永远的榜样 成为教会的元首 成为青年人的模范 成为人性尊严最高最高的指标 我们感谢上帝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祂绝对没有向罪恶妥协一次 祂也绝对不在困难中间哀声叹息 祂没有怨天忧人 祂在困难中间把人可以得胜困难 得胜各样的磨炼的伟大的心智奋斗的力量表现出来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从来没有像过魔鬼妥协 从来没有像过权贵低头 从来没有像过撒旦 或者像过各样围绕祂的四周的困难 有所妥协 祂终是以坚强 有最刚愈的意志 面向苦难 挑起重担 战胜环境 然后勇敢成功开旋的回到天父那里去 耶稣基督说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回到父那里去 从父出来 是从宇宙最尊贵最荣耀的天家 舍弃祂的权柄 放下祂的殊舍 甘愿将悲到世界上来 虚其成为认识 然后在这个充满罪恶 背叛抵挡上帝 羞辱主名的世界中间 祂把上帝的荣耀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圣经说 祂不灰心也不上胆 直到祂在地上成立功力 众海岛都等候祂的训会 我们父上帝提到祂的子 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非常荣耀的 是非常慷慨 诚实地说 卡纳我的儿子 我所欠的 卡纳我的仆人 我所服侍的 你们要听从祂 我们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的主持了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相信 创造人的上帝 是非常尊重人性 创造人的上帝 是非常了解人的困难 创造人的上帝 是非常明白体系 人的本位 人的困难 所以祂思念我们不过是成途 祂深深了解 怜悯体系 我们遇到的困难